据央视3月5日报道 西藏军区 山南军分区 销哨所恶守着边防要道 士兵们昼夜寻守着多个边防管控点位 监控着点滴变化 由于哨所地处山谷风口常年刮着八级左右的大风 斗风魔对这里的边防战士来说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自边防团指导员邓林正表示 比如今天上午10点我发现在哪个山口附近有人员活动的迹象 但是我利用我的照相机拍摄的话 又拍摄不到那么远的画面 可能等到人员赶荡的时候 他那边的一些活动都已经完成了 耽误平时的一些拍照取证 如今随着观测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 销哨所已经装备了先进的边海防系统 这套系统让边防官兵在哨所内就能够洞察直勤一线的风吹草动 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边海防系统外 无人侦察机 山猫群地形车等先进装备的身影 频频在边防出现 甚至在海拔4500米高原腹地的西藏军区 无人机封群先行空投 单兵自热食品和物资给戍边战士 两回期间 基层人大代表 边防团长侯云在深入调研边防一线官兵 管边控边需求后提出了加快边防部队智能化建设的建议 以便不断提高一线态势的感知灵敏度